大家好,我是乐乐妈 西红柿营养价值高,使用方便 不仅可以直接吃,还可以用来做成各种菜样 但是现在商家往往都会因为自己的利益 在市场上的西红柿,有很多可能都是打药吹熟的 常吃这种吹熟的西红柿,不仅口感不好,对身体也不好 那么,怎样才能挑选到自然成熟,沙田有多汁的西红柿呢?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几个小技巧 首先,我们看西红柿的色泽 正常成熟的西红柿,表面色泽是一样的 或者是一层层都是红的 只有裹地的部分是稍微偏轻的 如果您买的西红柿,色泽是一块青,一块红 这种西红柿肯定是甲醛吹熟的 由于在抹药的途中,涂抹的不均匀 从而导致西红柿色泽不匀 那超级红的西红柿也不要买 因为这种西红柿熟透了 里面的瘾很是软烂了 口感会非常的差 技巧儿,调母的 西红柿从外形上居分 也可以分为公母 顶部有点凹陷的就是母的 母西红柿不仅吃水多,甜度也高 所以口感吃起来也就会比较好 反之,凸起来有点小尖的就是公的 顶部有个小尖的西红柿可能是打激素或者是抹药的 所以顶部才会出来一个小尖 所以,我们在挑选西红柿时,要选母西红柿 这样的才是鲜甜多汁的油脂西红柿 技巧3,看表皮 我们在购买西红柿的时候可以先看一下西红柿的表皮 如果西红柿的表皮不满白色的小点 这面西红柿是沙壤的 这样的西红柿,不管是生吃或者是做成菜肴 味道都特别正 那如果表皮上面有小点 这样的西红柿就不是沙壤的 吃着口感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好了 技巧4,看西红柿的形状 在购买西红柿时,我们要选择外形圆润的西红柿 整体外形圆润呢,这样的西红柿不仅汁水多 而且很多都是沙壤的 甜度也会高许多 那这种不圆润,有菱角的西红柿 汁水呢,就相对减少,酸度高 而且内容也不起沙 像这样的西红柿,不管是生吃还是用来做菜味道都不好 第五,看果地 我们在挑选西红柿时,要选择果地小一些的西红柿 如果选择果地大的西红柿 切开以后,去掉的部分就要多一些 那小果地的西红柿,去掉的部分相对就要少一点 而且,我们还要选择果地周边没有褶皱的 有褶皱的就说明这个西红柿售卖的时间比较长了 已经是不新鲜的西红柿了 这样的西红柿水分流失比较大 而且内容有可能已经出现腐化的现象了 所以我们就要优先挑选果地小而且周边光滑的西红柿 这样的才是果肉多的油脂西红柿哦 您喜欢吃西红柿吗? 今天分享的挑选西红柿的小妙招您学会了吗?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请你给我点个赞吧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您也可以关注我 感谢您的支持,我是乐乐妈 我们下个视频见